2022年11月15日下午收盘了 大盘下午走了一个震荡横盘 那么这种震荡横盘啊 下午的时候尾盘还稍稍放了一点亮 但是今天盘面特征 来大家瞧 走出的几乎就是一个这个光头的羊 那么最高点 现在已经完全站到了六十线和趋势线上方 那么这个趋势线相当于成功站上 并且上方压力高破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 明天是不是要明天这个位置取消回调呢 你看啊 今天大盘全中指标国 你像一些银行咱们瞧 还有一些个像石油 还有煤炭还出现了回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明天大盘会不会被这些拖累 然后实行一个修整 那么这个位置 大盘桥涨了好几天 看到没 周五跳空高开 昨天周一呢 出现一个类似于小型的反爆 反爆阴线啊 这是假的 但是今天是突破上涨了 这个位置能不能形成明天 就在这形成个小高点 然后出现回调呢 我们看盘面的特征 来通过这个看 现在呢 大盘上证指数 三十分钟走势图 大家看啊 三十分钟走势图 中午的时候出现一个顶背离形态 但是由于下午大盘 尾盘的时候还收了个高 把顶背离形态 这个位置啊 给打破了 记不记得 我们在中午做五平的时候 是这样讲 如何化解这个顶背离呢 那么只有通过上涨 那么上涨 它就能化解 下午大盘在这出现了上涨 看到没 出现了一点钟开盘上涨 而且尾盘呢 收在了一个高位 这种上涨 把顶背离化解了 但只化解了 三十分钟的顶背离形态 那么六十分钟级别 大家瞧 通过六十分钟级别 这个位置 仍然存在一个顿化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想 如果六十分钟级别顿化 那么在这儿 明天假如开盘 就开始回撤的话 那大盘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进入一波调整呢 毕竟大盘在这儿 大家看日线图上 现在呢 已经上涨了 就是这样一个 跳空高开之后 周五 那么又上冲 那么这一段啊 从底下2885 现在涨到了当下 现在是3130多点 这已经起来不饶少了 那这一波能不能走完呢 所以在这儿 我们还要看几大特征吗 最主要的 还要看这些权重指标股 能不能hold得住 你看权重指标股 今天很明显的一个反应 昨天的时候呢 是宁组合拖累指数 今天呢宁组合就涨了 这不就是不涨吗 前几天的时候呢 是白酒拖累指数 你看今天白酒也涨了 就包括昨天白酒也不跌了 这不就是一个分化吗 那么今天呢 像大银行 还有保险 尤其是煤炭啊 还有这些个石油 他们出现了拖累指数 这样我们就看明白了 还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那么有些涨得高的 或者有些涨得好的 像银行冲得比较高 那么他们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小休整 这个可不代表现在反弹 或者是本轮起涨结束 不代表这个 那好 我们看这个板块 以银行板块 880471啊 我们看 银行今天走出了一个 瞧瞧 这属于并现阳啊 那么这一样走势也很强的 并且我们看 它不去 这个位置只是涨的少 它不出现下跌 那么只能证明这个位置 稍稍歇一歇 这可不代表人家这波上涨就结束了 所以在这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 大盘如果在这种轮动上涨 并且是螺旋上升的话 行情会向进一步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反观 这个市场热度 你瞧瞧今天也很有趣 出现了一个分化 像前期涨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呢 今天出现了一些滞涨 并且有一些东西呢 分化的你感觉到好像有点挺突兀啊 像前几天有一些东西是涨的不错的 像一些个创新药啊 还有一些个外包药啊 它们今天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跌幅 并且呢 像一些新冠的 尤其是Web3啊 Web3呢 现在就是第三代这个互联网 它们呢 也出现了一个就不同程度的小条 但这些东西 我们只给它定义为一个修整 你不能说一个劲的上涨 你不让人家修 你不能说让马儿光干活 不让人家吃吃草啊 所以这个呢 它们修可能是未来上涨 更加大的一个主力军 那么在这我们再回看 像前几天 就跌的比较凶的 你像半导体 像这个芯片 瞧瞧 今天呢 都是出现了一个大涨 那么这些东西 会不会就出现一日有 这个倒值得画个问号 那么明天我们最主要关注几方面 第一方面 大盘权重指标国 在这今天一部分休整 而一部分仍然在上涨的时候 你像今天呢 大金融里的 像银行啊 保险啊都相对休整 但是今天大金融里的证券还在上涨呢 那明天能不能这些东西也在休整呢 或者是说明天这些涨得比较好的 涨得比较高的 现在出现一个调整呢 如果明天大盘权重指标股要是出现休整 然后呢 这些涨得好的东西再出现调整 包括今天补涨的半导体啊 芯片呢 包括这些教育啊 还有一些个原器件啊 它们要是出现一个 休整 它们暴涨之后 出现一个修复 那么明天大盘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微微的下跌 或者是直接开始下跌 这个容不容许呢 这个当然也许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位置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这个跳空缺口的问题 现在这有22个点的跳空缺口 那么只要是三天站稳 三天站稳了 三天站稳啥呀 这就是盘口语言告诉我们 大盘未来要上涨 那么未来要上涨的时候 这个缺口怎么办 那就有待于以后再回落的时候再补吧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一定要不能防止啊 很多人现在还踏空着呢 因为周二周三周四下跌的时候 很多人被甩下车 周五追高周一的时候 在这又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就是昨天冲高回落 好多人仍然给甩下车 那么这三天成交令都在万亿上方 同时也已经站稳了这个缺口上方 就证明这个位置呢 要向上干活了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第一这个位置 那么就得继续向上干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东西 假如现在我个人呢 是66%的仓位 如果明天大盘给这个小小的调整 那么我反而会加仓 加多少 加5%也行 加10%也行 我更希望呢 这个位置稍稍调的大一点 假如调到阳线的一半 你看我给大家画个图啊 假如明天这个位置呢 要是出现一个小调整 调整到一半呢 会怎么样 出现一个小调 就这个 出现一个这样的调整 看看 虽然是红线 就是跳空低开 然后上涨吗 或者是说 他干脆走出一个阴线 也可以啊 这个位置呢 就出现一个小肖的这样下跌 只要说 变超的太大 还保留一半的上涨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良性调整 尤其在良性调整 那么不跌破60日线的时候 这不有根白色线吗 这根白色线啊 就是60日线 我给大家用这个笔画一下 那么这个60日线不跌破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形成拐头向上啊 大家要明白 那个这个趋势线呢 慢慢的也会这样的向上涨 所以在这呢 如果加仓的时候 就加那些个 仍然在20日线附近的东西 这样来讲 他们一补涨呢 咱们既没追高 然后又没落下上涨 就是这个概念 好了 在这总结一下啊 大盘虽然说指数上 在这呢 出现了一个上涨 而且呢 这个成交量呢 现在也有所放大 但是这个里面 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在分化 这种分歧没有加大的时候 那么大盘呢 还会一个延续上涨 在这种延续上涨 而且现在热点 并没有消失的时候 现在大家瞧 热点不断呢 你看 像半导体啊 元气件啊 机械呀 什么有色金属 这个工业母机啊 这些东西都在上涨的时候 同时 这个港股恒生这方面呢 仍然是最大的赢家 在这些热点不断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 大牌上涨还会延续 那么我们仓位呢 现在是仓位 要显得很重要了 现在我是66% 如果明天加5% 或者10%的话 那么达到了仓位也挺重了 这样来讲呢 就可以 那么假如能达到75%左右 那就非常重 70%呢 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加5% 明天也可以 必须得加到那种呢 它的回调 或者是说在20线附近 好了 既然大盘在这个位置 我们已经决定 这个位置明天呢 有可能加仓 但是加仓建立在呢 假如明天这个位置 大盘会出现一个回调 或者是冲高回落 假如明天这个位置 冲高有回落 并且回落的时候呢 不跌破这个60线 这不就可以吗 小小的回落 可以的 也不能说一个就是总上涨 回调也正常 那么伴随着回调 有些人呢 会把一些东西抛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捡个漏 捡漏的时候呢 要把握在20线附近 这样呢 我们也不算追高 大盘远离20线 而且20线现在拐头向上 如果各个品种呢 也在拐头向上 这不就形成同线共振了吗 那么明天假如一跌的时候 往往就是一个20线附近 是个加仓位置 好了 明天早晨 古旁还有一个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 到今天晚点10点多钟啊 会出点很多消息 然后还有隔夜外盘的一些动向 我进行梳理 明天早晨又早播报的形式 呈现给大家 尤其是我们中概国在外面的走势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家观众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